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几点到哪里 我是真的生完小孩后我跑错过摄影棚 我跑错过电视台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所以为什么就是专注力都在孩子身上 对 然后就人家讲过的事情我就会忘了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说因为 我觉得这是因为大概是一个体力 一个精神体力的一个透支的一个程度 因为他有时候看到我 他抱孩子我回来叫说老婆我回来了 然后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很下意识的问 回来了那你明天要干嘛 我说明天我要去录譬如说丹生行不行 实际上他这个只是盲目 他是没有意识在问 他根本没有记忆 他过了大概 譬如说20分钟或30分钟或一个小时 你明天要干嘛 其实我们在外面工作其实有时候会累 以前的我就说 会生气 我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刚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 我明天要去录丹生行不行啊 我说我已经讲 然后他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他还有很多比如说 因为他会忘记 到底比如说我们要滴那个什么 那个益生菌什么 他会忘记 他什么时候大便 什么时候喝奶 喝多少喜气 他全部记在手机里面 他看手机说 今天有大便 今天他有大便 他不记得他有没有大便 对 所以他就是记忆力很差 哇塞 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女人为了孩子稀少好多好多 但他以前是那么笨 什么话你会补这一家呢 他以前就是比较笨一点 所以我孩子 他变得更笨了 我有一次跟我太太 跟小朋友才还没一岁 那因为我太太很高兴 我就说我们去逛Costco 这样子 然后就进去逛 然后很喜欢看书啊 那个Costco它有那个书摊 然后中间刚好没有放书 我们就把孩子放在中间 那反正我逛Costco 就是都是非常轻松的 我们两个逛逛逛翻一翻书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去看虾米 我们去买牛肉 然后就走了 然后他也走了 因为他在对面我们在这边 我们两个一起走 走走走 对对对对 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少什么东西 因为我脑袋关里面 还不知道少什么东西 并不常记得有小baby这件事情 太夸张了 这个太夸张了 我说小朋友呢 他说那小朋友呢 我们两个小朋友呢 结果你发现有人拿婴儿去结账 哈哈哈哈 我们赶快跑回去 从最后面 然后一直往前跑 真的是吓死了 还好是在Costco欸 静儿好像那时候没有记忆力 很棒 哇这个很可怕 还好他还住在那边 他还是在玩 他在那个书摊上爬来爬去 然后没有人 没有人 哇这好可怕喔 好可怕真的好可怕 我以前做噩梦就是小朋友不见 你知道吗 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且不见得这么自然 对 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没买 沙拉托没买 好可怕 好可怕